航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船不规范,人鱼两开花 美丽的人鱼公主萨内,不满于每天做不完的作业 周末还要面临着没完没了的相亲 他偷了爷爷的昆桃了出来,无奈遭遇了船货 身上的鳞片也掉落了一块 而他还被海浪冲到了岸边,陷入了昏迷 艾米和琪琪是沙滩排球运动员 由于比赛的失利,两人被教练罚去打扫游泳池 闲着无视艾米开始讲鬼故事,吓唬琪琪 结果在标本室里,俩人被一个战力的神秘生物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醒过来的两人想要去探寻昨晚到底出现了什么 果然大有发现,他们看到了一位美少女正赤裸裸的在标本室里荡着鞦韆 二人出于好心,就用浴巾把它裹着,偷了出来 谁知道这个少女双腿沾水就变成了鱼尾 原来正是在船货中丢失了重要鳞片的人鱼公主萨内 没有了这片鱼鳞,她就没法找到回家的路 艾米和琪琪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还是愿意帮助萨内找到魔法鳞片 因为萨内找到魔法鳞片后就能使用超能力帮助艾米的爷爷恢复记忆 画面一转,萨内的鳞片被一个对人鱼有着狂热变态的嗜好的生物老师 屌丝男捡到了 可是,在屌丝男在拿快递的间隙 鳞片被一只猫给叼走了 辗转落到了我们的男主文正熙手中 文正熙一接触到鳞片,一阵光芒闪过 鳞片上的魔力进入她的体内 一天,萨内在家感受到鳞片就在附近 他们在寻找鳞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只小乌龟 作为美人鱼的萨内精通所有动物的语言 在乌龟的指路下,他们找到了文正熙 文正熙非常感谢他们帮忙找到乌龟 并邀请几人到他家做客 萨内在这里找到了鳞片 可是,鳞片失去魔法 正在萨内迷惑时看到了猫 他吓得不轻 他直接扑到了文正熙怀中 确认过眼神是我要找的人 文正熙身上有鳞片的气息 现在知道鳞片的气息在文正熙体内 萨内想尽办法接近他 想要通过嘴对嘴的方式将鳞片的魔法能量吸出来 可是,面对众多花痴少女 萨内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文正熙 一次,众人外出来到沙滩露营 文正熙潜水师出了意外 即将因为氧气耗尽而窒息 危急时刻 萨内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将文正熙救上了岸 背在一旁的文文发现萨内的真实身份 不久后 文文就分别将文正熙和萨内一起约到游泳池 见到爱人的萨内丝毫没有警惕之心 被文文推下了泳池 入水的瞬间 萨内的双腿立刻化为渔尾 变成了美人鱼 文正熙瞬间冒出一个念头 哎妈呀 我和美人鱼在谈恋爱 太开心 我得回家告诉我的妈妈 于是一溜烟地跑掉了 之后 文文在广布台大四渲染游泳池里 有一个怪物 众人纷纷赶到游泳池 可是此时的萨内却消失了 萨内早已经被屌丝老师带走 他早就发现了班上有一只货真价实的美人鱼 心里早已经急不可耐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抓走了萨内 想把他去养在自家的水族箱里 供自己每天观赏玩乐 关键时刻 艾米和琪琪出手了 琪琪假扮快递员吸引屌丝男的注意力 艾米则从窗户翻进去 试图展开营救 然而他们的小算盘早被屌丝男识破 他们被屌丝男抓个正着 险些就一同遭到了他的毒手 幸亏艾米用地球仪打晕了屌丝男 众人才得以安全脱身 经历了这些事 萨内在心里对人类彻底失望 他决定返回大海寻找自己的家人 在离别的时候 学校举办的校花宴会上 萨内穿上了公主裙 在舞台上饱含深情的演唱了一首歌 通过歌声 他对文正熙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也对琪琪表示了感激和不舍 故事的最后 文正熙被萨内的歌声打动 在众人面前亲吻了他 奈何他不是某线 人鱼殊途 萨内是一条美人鱼 他终归还是要回到大海的 文正熙把鳞片还给了萨内 望着即将离去的萨内 文正熙依依依不舍 萨内挑入了海中 召唤了他的坐骑 一头巨大无比的鲲 他就这样化身成了真正的人鱼公主 带着对朋友们的爱返回了属于他自己的大海 本期故事选自人鱼公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篇观看 Goodbye